枝丫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我是主持人Pola 我们在12月份的岁末策展 推出雪霸系列 其中的第二周呢 我们来讲的是 简报力解锁 今天邀请的来宾是 现福玉创共同创办人 也就是江湖人称福哥的 王永福博士 哈喽 哈喽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福哥王永福 福哥除了是这个创业家之外 他也是台湾简报 沟通协会的理事长 又出了一个新的书叫做 游戏化教学的技术 所以他现在是 9本书的作家 准备出版的啦 如果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差不多出版 OK哦好 那其实福哥到目前为止啊 他担任企业讲师 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 像是台湾的 百大上市公司里面 像台积电啊 然后联发科 红海 是 外商公司像 Nike KUJI 微软 IKEA 对 大概就是我 你听过的公司 在台湾我算过了 大概百大上市公司里面 70%上过我的课程 公占了七成的这个市占率 企业讲师之外 也是教学的 教学训练 教学训练 我担任很多老师们的教练 真的 老师的老师 老师们的老师 你的教学教练 好 那他其实除了老师的老师之外 他也是一位Podcaster的前辈 那我们今天还是赶快切入正题啊 为什么要切入正题 因为其实平常要上福歌的课 是很不容易的 据说啊 报名一年才排得到福歌 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们 一定要全部收听完毕 听到保证赚到 而且对你的职场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那我们赶快来请福歌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般在做简报的时候 哪些是NG不能犯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最常见的NG 我们讲的出现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你讲的太细 太细节 你直接就讲细节 因为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像过去十几年 在不管是工程师啊 不管是业务啊 不管是财务啊 不管是一般的上班组 行销啊 我看过很多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简报者 那我注意到大家有个共同的关键 共同的哦 大家简报都讲太细 太细 一开始 我指的是一开始就直接进到细节 那这其实是一个NG的事情 各位可能会想说 那不然我要讲什么 当然是要讲很细啊 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就是说我们都会以为说 我们是不是把简报的那种讲的清楚一点 说明的详细一点 然后讲的detail一点 那台下就会买单 是 譬如说跟老板 我们讲这个 从专专一开始啊 怎么规划啦 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每个细节这样 或者跟客户讲说 我们这个产品的detail啦 规格啊 那产品开发细节啊 每个 我用了多少颗IC啊 可是当你讲这些细节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客户 或是你的老板 讲一句话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你讲重点 重点是 你就会想说 我就现在 我还没讲完 还没讲完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待会重点就出现 对对等一下 等一下 patient 对 所以问题是 你老板不会有patient 我发现其实 职位越高 耐心越低 真的耶 对 所以 你不应该 我们应该我们不应该要求 我们的听众 或是我们的客户 或是我们的老板 给我们patient 应该是你先满足 他的不patient 真的不然你再浪费他时间 是 所以一开始就要先讲重点 就要先讲结论 就要先讲结构 这样子 其实这 我不是说叫你各位不要去讲细节 而是你要把简报拆成两部分 最前面的部分 先讲你的简报的重点 你的结论 这样子 然后之后呢 再把它展开 打开来讲他的细节 这样子 最近我看到那个文章 其实台积电的前营运长 蒋上一件事 其实最近台积电 张忠某先生跟蒋上一件事 都有在谈简报的重点性 对 张忠某先生是在一场演讲里面谈到说 经理人啊 35岁之前必须要有的修炼 其中一项就是 有说服力的简报技巧 有说服力哦 要加上有说服力哦 有说服力的简报技巧 他把10个修炼 其中一个就讲 有说服力的简报技巧 在35岁 在40岁之前 应该学会的能力 那同样的时间 大概隔一两个月吧 他的前营运长就讲上一先生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谈到他的简报 失败的经验 因为他就必须要对张忠某先生做简报 对 压力肯定很大 他是工作人士背景 就出现我们刚才讲这个N级的状况 就是太细节了 工程师一定会讲 想要讲细节 就讲很多很详细的detail 结果他说张忠某先生 就会没有耐心 就觉得他听不到重点 他就会生气 听说他是说 听说最生气的时候 他会把他简报撕掉 撕掉 因为觉得你浪费我时间 真的耶 他花了好几年 才想到说 那我是应该先讲重点 几年呢 连讲上意都花了几年 好像三五年的时间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摸索 然后才知道说 应该先把结论搬到前面讲 因为本来可能讲到后面的时候 才有结论 这个时候先讲结论 先讲我们接下来的简报的结论 然后跟接下来的简报安排的结构 然后之后才去讲内容 所以听说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张忠某先生就会 一开始前五分钟就听到重点 他就会蛮开心的 我至少知道我接下来听到什么事情 有预期 然后他才会有耐心听你讲 这个过程的细节 所以虽然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简单的调整 但他却很重要 对对对 而且其实不小的人 大部分我现在遇到很多公司的简报者 都还是这样 就讲得太稀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NG的状况 好 第一个就是导过来看 先把重点写在前面 第二部分才是你自己慢慢去铺陈一些细节 对不对 所以至少分两个部分 对 等于说倒三角行 你先讲结论 你先讲结构 是是是 那其实有些简报者可能心里面会想说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就没有梗 因为这样子 破梗 对嘛 我铺陈 然后到最后面的时候才把结论讲出来 这样子 对对对 如果大家是这么想 那就完蛋了 那你就适合去当联系剧的编剧 好久成忘顶是看剧就好了 问题是你的长官他没有很耐心 他真的没有耐心 所以你要先告诉他 今天简报的结论跟结论的时候 特别是长官一定要先知道结论 一定要先知道结论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跟长官报告的时候 谈的也许是明年度的规划 或是今年度的检讨跟明年度的规划 有时候现在年底了 可能会有这个需求 那一定要先说报告长官 我们今天的简报会谈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今年度的检讨 那我们今年度的业绩达成110% 其实是有达标的 那我们明年度其实目前预定的业绩目标 是今年度成长在50% 我们预计办三个重要的活动 那待会在简报的过程里面 会跟长官报告一下 我们今年度的整个细节的 detail的检讨 跟我们明年度活动的规划 你看我在前面这一段话 大概差不多40秒的时间 已经让长官知道 待会可以听到什么 而且今年度OK了 今年度打标 放心了 对对对 那年度预计怎么成长 你看他最在乎的事情 我在前面40秒 是不是打标 就已经先满足他了 是是 那之后当然简报这边还没有结束 这边只是先讲了 我预期在这个简报会达成的事情 那之后可能我还有15分钟 可能还有20分钟 讲细节 可是老板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 那通常啊 如果我们以一场常见的20分钟的简报为例 因为太长可能也先不管了 20分钟 那这个时间的配比啊 福哥会怎么建议呢 比如说摘要的部分 多长多短叫摘要 福哥很厉害 40秒就可以给你摘要 会不会有人他连摘要都是很细节 他摘要了5分钟 对不起那就不叫摘要了 所以福哥会建议假设是20分钟的话 他怎么样做这个配比呢 好传统的简报20分钟 可能就从第一段 然后讲第一段 然后讲第二段 然后第三段 然后第四段 然后结论 没了 观众也没了 传统就这样子嘛 就是说第一段可能前行离药 前行离药 或是说目前的现况 然后问题分析 假设一个很标准的简报 然后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已经到第三段了 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4 5分钟了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结论啊 或者是行动方案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规划 那我们期望如果一个好的简报 应该把它切成三大段 第一段就是开场 开场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要先讲重点 先讲结论 先讲结构 20分钟简报来讲 可能我们会花10分之1的时间 就是2分钟 2分钟的时候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时候 今天的opening 可能包含了 今天我们就会谈什么东西 我们预期会得到什么结论 然后我们今天的整个 agenda分成ABCD这样子 然后甚至可能就丢一两个资料 去佐证我的结论是怎么这样子 那这个是在10分之1的开场 接下来呢 10分之8 然后再讲情报内容 就是16分钟 如果也20分钟再讲 就是16分钟 或讲内容 讲内容 当然可能 你内容可能分成不同的段落 也许时间短的话 三大段 时间长的话 可能四五段 我不建议超过五个段落 OK 我也不建议不分段 请记得 因为如果你看16分钟 就讲一大段 对 太长了 讲到就失神了 对 会失交 真的 所以比如说 刚才举的例子 我们可能是今年的检讨 明年的活动规划 是 然后接下来是预算分配 这样就三段 对 你看这是三大段 对 然后预期效果的四段 但是你要分段 是 你看中间有结构分段 所以你看如果你16分钟分成四段 每一段就是到 每一段是四分钟 这样子 如果分成三段 每一段可能是五分钟上下 那你中间分段之后 接下来最后面的收尾 我们刚才讲 十分之一是给开场 十分之八是给内容 最后面十分之一再给收尾 收尾一下 收尾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前面谈过的 这十分之八 再repeat一下 浓缩一次 对 你不是只是下个结论 你不是说 不能只是说 我相信听完这个简报 就知道我们公司的业绩 明年会非常好 这个不行 你这个结论 因为你要记得 在你讲结论的时候 台下已经差不多 忘了你前面说过什么事情 是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主动的 我们在讲 主动的重述一下 前面谈过的重点 所以结论的时候 有可能像这样子 在 我们想到这边 各位已经了解了 我们去年所做的业绩 我们业绩去年达成了100% 然后我们明年 希望再成长150% 我们谈到了 我们会做三个很重要的活动 然后这活动的分配跟预算 刚才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所以相信透过 今天的简报 大家一定可以对我们明年的成长 非常有信心 并且希望长官可以给我们的计划 更多的支持 是是是 你看我在这句话里面 前面谈的是 就是这十分之八谈的重点 这一面才下我期望的东西 是是是是 所以十分之一 两分钟开场 嗯 十分之八 十六分钟说明 对 十分之一 两分钟结尾 是 这大概是一个20分钟长度的简报 OK 所以福克是把它切成 一比八比一 好 那那个第一个一跟最后一个一 这两个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吗 没错 当然第一个一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开场要怎么抓住注意力 我在上台的结束这本书里面谈了 五个不同类型的开场方法 包括像自我介绍啦 讲故事啦 然后资料说明啊 或者是冰冷冰冷的引用啊 互动啊 甚至有个我很喜欢的方法 自问吧 其实当然开场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技巧 对技巧 然后要谈目的 要过程好处 它其实是有一个 我把它类似像公事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 先离开这些公事嘛 因为不见得各位听众 有去了解这些事情 我觉得有个重点就是 你要先讲结论 你要先讲最重要的重点 你要先讲你的简报的结构 这是开场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那结尾 有些人说 那结尾的时候是不是要讲故事啊 我是不是要用个金句啊 我是不是要说个slogan 这个都好 这也是结尾的技巧嘛 可是最重要的是 在做这些事情之前 就像刚才Pola讲的 要主动的把前面的十分之八 浓缩成 可能重点的回顾 我再次强调 一场简报二十分钟 后面的时候台下真的已经忘了 你前面说过什么事情 okok 你必须要再带他 回顾一下前情提要 然后才下你的结论 是是 那因为那个简报的场合白白种嘛 第一个我们抓住了那个 简报的基本的架构 讲重点之后 那台下做的人 是同事 是主管 是内部的同事 内部的客户 还是外部的客户 还是极伟大的人 这个对象的不同 是不是我们也要相对应的去调整 我们简报的内容呢 好所以这其实是 也很常见的第二个NG的问题 第二个NG 对 我刚才讲第一个NG 讲的是你的简报 一开始就要太细节 真的 那第二个NG就是你的简报 一成不变 从来不会因为 永远就是那个万年简报 所以你 这么讲你不会因为你的观众的需求 任何的改变 因为你 你只是讲你想讲的 或是你能够讲的 真的耶 有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你可能就是 开玩笑说Pora 假设你的简报是公司帮你做好的 结果你也不管 今天台下做的是谁 你也不管他的需求 我讲就对了 对你讲就对 你就把旁边讲完 就死定了这样 其实这个效果一定不好 真的 一定不好 常见的第二个NG就是 你从来不去因为观众的需求 任何调整 所以我们在简报的过程里面 其实会一直思考 今天的观众是谁 他的需求有什么不同的东西 譬如说 譬如说同样的一份产品简报 如果是对客户 跟如果是对公司内部同仁做交易训练 应该讲的不一样 是不同的 对对对 你对客户你可能讲 产品的卖点 然后它的优势 解决它什么痛点 解决它的什么痛点 这些东西 你可能对内部讲的可能是 这个产品应该怎么对客户说明 是是是 然后它跟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个状况 所以你的内容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发现很多的简报者 花很多时间 一听到简报 啊 就投影片 就投PPT 可是你都没有想过 这个PPT 是不是台下真的想看到的 是是是 它 它心里面有什么预期啊 它有什么期待 嗯 其实很早能够去想这个事情 只是想做PPT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效果一定差的 ok ok 就是用一朝走天下 没有随着环境的变动啊 对象的差异 而去设计不同的一些内容 对 那我想请教福哥啊 在您上千场一定有的啊 上千场的这种简报里头 或是演讲里头啊 一定也碰过这种 或是你看过台上的简报者 哎 才没讲多久 五分钟好了 发现下面的观众 要么就滑手机啊 要么就开电脑当网咖啊 要么就在那边聊天啊 这种的话 站在台上的人 好 一定不会是福哥 站在台上的人 他怎么面对这样子的情境 硬着头皮讲下去 还是他要跟现场的人 来一个临时的互动 还是怎么样呢 嗯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说 如果我们简报的时候 遇到问题啊 不管是这个问题 可能有很多啦 不管是观众 就没有兴趣了 或是说 呃 观众提问了 然后或是老板不满了 老板有时候 可能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翻脸了啊 对啊 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啊 是是是是 或是这个方向不对啊 或是说客户 好惨烈 真的有啊 讲到一半的时候 不然老板 不管是 不管是叫你讲重点 这是一个啦 这个是 What is your point 好残忍喔 或者是你的客户 你看他的脸色 就有点沉重了 如果要我告诉各位伙伴 一个实话是 这个时候就没救了 没救了 所以我就是硬着头去 不要讲完了 应该这么说好了 我认为 我们换个角度 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 假设各位做简报 头一面是你做好的 准备好的 结果你的东西不是听众 听众想听的嘛 然后你讲了五分钟之后 发现听众已经 脸色沉重 对 人在心不在 这个时候突然喊停 然后换福哥上场 你觉得我可以把他救回来吗 我觉得也很难 情妈祖婆土地公来 都没办法了 就跟谁来 都没有关系了 就已经前面就整主 福哥靠你了 前面就烂掉了 你靠我没有用的啊 所以真正的核心是你 我们不应该 我们应该想办法 那个事情不要发生 是 所以很多事情是很 很事先可以去做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这场简报的目的是什么 观众是谁 他的需求是什么 其实要做很多的准备了 是 那等到出现问题了 再去想说我怎么救 我觉得这都 这都很 已经很 很不容易了 这么讲 很不容易 你说 那福哥 我们可不可以跟台下互动一下 他现在没有精神 对啊 我们cue他讲话 你试试看 你的客户现在不想听 大家会更生气啊 对啊 你简讲都这么难听了 我还要来挽救你 所以 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去思考 怎么去拯救一场失败的简报 我觉得 以这个观点来去想这个事情 难度真的很高 你看 就是因为 准备不好 然后没有经验了 你才会造成简报的问题 在你没有经验的时候 你还要去拯救一场简报 你看这个难度有多高啊 吃人说梦这样子 我宁愿你把时间 花在让这个问题 尽量不要发生 OK 然后可能事先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这样子 这里面 其实 我是比较崇尚 准备派的 因为我觉得简报 其实大部分会有个误解 简报 很多人会以为说 临场反应 对啊 就临场反应嘛 口落悬河嘛 口才很好嘛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过 其实简报跟一般的沟通 不太一样 嗯 沟通可能是接话嘛 随心应变嘛 像主持人啊 临场反应这样子 就像普拉西亚主持 然后对 我讲话 不要这样 我们也是有准备的 我们也是有彩排的 哈哈哈 我们也是有彩排的 那我的意思是 其实简报跟一般的沟通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是 你看简报都有投影片 是 投影片是事先准备好的 就是个脚本嘛 对 我觉得脚本这个观念是非常好的 他有点像这个脚本 真的 意思是他不会边讲边改变嘛 不会着急 你的脚本应该不会边写 然后边讲 不太可能嘛 一定是先写好的 既然投影片已经先说好在哪里 是是 你简报讲的话 其实是要配合投影片的 嗯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这些流程 早就已经先设计好的 是是是 你什么时候进到什么地方 嗯 投影片在那边不会变啊 对对对 所以 我认为一个简报者是要事先要花时间 去把这个脚本吃进去的 哦 吃进去哦 吃进去哦 很多演员会讲说你要把这个脚本吃进去 吃进去哦 就是意思是他要熟悉 他要内化这个脚本 是是 那简报者要内化这个投影片 嗯 你总不会看到任何一个演员 然后感觉像他念剧本吧 对对对 因为这样一定演不好的啊 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到 演员都要把脚本 背手吃进去对不对 嗯 结果简报者每个人都在念脚本 真的 很多吧 是是是 很多在念脚本这样子 所以 不好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刚福哥提到的第三种常见NG 就是 没有准备 没有彩排 没有把它当成是 脚本在首读 然后上台的演出 对 因为彩排 刚才破了彩排这个事情 你脚本念首了 你看 一样嘛 所有的演员 或是所有的演唱者 或是歌手 他会有个彩排的动作 是是 就事先要上台之前 对 一定有彩排吧 对 再大的巨星 对 越大 越大 越需要彩排 你看所有的舞台剧也好 是是是 演唱会也好 什么叫彩排 彩排就是 比如说我们是舞台剧 那我跟拍摄 我们两个是男主角跟女主角 好荣幸 对 我们一定要把每个稿子都对过吧 对 而且我们怎么走位 不能够只是 你现在读一下 你要念什么 读本子 一定不是默练的吧 是是是 一定是讲出来 然后我们对手过好多次这样子 演唱会来讲 演唱会一定会是 歌手 然后有乐团 然后一定是把整个首歌 重复到演奏过 对 这是要彩排 对不对 但是一般的简报者 你有听过有人彩排过的吗 好像比较少 顶多有读本子 就算不错 我的意思是 把投影片 然后就真的 然后就按照这个时间 然后念过去 然后台下有个人在听你 你有听过有人 比较少 是真的没有 是 应该说 很少很少 是是是 一定还是 但是有些表现好的伙伴是有的 但是一定很少很少 这个少的意思就是 我为什么敢这么笃定呢 因为你看大部分的简报者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简报头一篇讲不完是吧 是 你看讲不完 真的 为什么讲不完 因为他没有预期到 原来讲这个需要多久的时间 没有彩排 因为你没有彩排过啊 是是是 假设这个我们在演舞台剧 有没有可能说 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剧本还没有讲完 如果我们彩排过不可能 我们彩排过就知道 这个剧本需要讲完多少的时间 是是是 每一个互动需要多久 这个乐手安排了15首歌 有没有可能说两个小时唱不完 不可能 因为时间都先抓好 是是是 可是为什么简报者会 投影片讲不完 真的 因为你没有彩排 哦 所以那个彩排真的跟很多人的预期 是不太一样 就是很多人预期是有可能 我就是把投影片 大部分的彩排就是 我自己把投影片一张一张 看过 看过完之后 我在心里面默念 默念这样就好 这不是彩排 这也不是真的意识上的彩排 我先讲一个关键 我不见得认为每一场简报都这么重要 所以要看情况 是 就是可能 我今天每天都要简报 我这公司每个礼拜简报 不见得要用到彩排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是非常关键的 比如说一个新产品推出 对客户的简报 比如说年度对老板的年度计算回应 这个你自己要彩排一下了吧 我觉得要思考一下你的简报的重要程度 福哥我问一下口条这件事情 对于N不NG它是 好像有关联 但也不是那么必然 如果我今天都做了刚刚福哥给我的一些建议 我even口条表现不是那么流畅的话 但是我讲重点 我事前有排列 我收集资料 我有看我的听众对象是谁不同 这样是不是也 就算我的口条没有这么的流畅 有一些吃螺丝 有一些讲话小NG小结巴 是不是应该也还好 是可以接受的 口条这件事情 其实你知道最有趣的就是 我常常看到很多口条好的人 简报不见得会好 哦 因为我觉得我口条好 你知道他就太自傲了这样 我没有准备 他很笑 我零基因变就好了 好 结果去到现场的时候 他可能不然他投影片可能不太好 他对内容可能不熟悉 是是 我还强调简报其实跟一般的沟通不太一样 在过去这种这么多上课的机会里面 我曾经遇过有一场 这个是业务部门跟厂务 就是工厂的研发部门 来做简报的联系 第一天上完课 业务部门大胜 当然啊 因为业务嘛 对业务嘛 你看厂务 工厂都跟机器在做事 对 所以他们口条其实不好的 因为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有很多是临时临场要发挥的 是是是 但是 我记得那个厂长 就召集他的所有的伙伴 不行不行 这样子我们工厂 没面子 对面子很重要 第二天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分两天 第二天 中间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这个月工厂的人定期机会 定期练习 好几次 就是厂长 就当这个leader这样子 是是是 产品经理这样子 是是 就看每个人的准备进度 第二天的表现 工厂的表现 大胜 哦 因为他有时间练习 因为他用这一个月里头来熟读他的脚本 并且做很好的彩排 把他笑话过 成为自己的东西 对 最有意思的是 前三名都是工厂的 对不对 然后我说那请他发表一下得奖感 他就口条不好了 对他又回到口条不好的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没有准备 这个真的没有准备了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一个好的简报 我不会完全说口条不重要 是 因为你口才好 你习惯上台 你可能花的时间就少 然后你的表现很快的就变好 是是 可是真的他跟口条的关系不大 哦 因为如果你大量的准备 然后你透过很好的练习 反而我都看到那种口才 一般的简报者 其实有好的表现 是是是 而且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我们在职场上面简报 譬如你是工程师 我其实也不会预期你口条有多好 你只要清楚的 讲重点 对告诉我想要的东西 老板不是期待说你口条好啊 我期待是你讲话 或是你说明够清楚 让我快速的 让我要的执行 不是每个人都是假博士 是是是 不一定要这样 所以福哥刚刚的那个例子 口条的例子啊 其实也再度的去说明 口语沟通跟简报沟通 其实是不一样的 简报沟通是可以练习练久了 其实那个过程 你就把这个东西给吃进去 对不对吃进去 那如果说现在有一场假设啊 两个礼拜以后提案的话 那福哥的经验会建议说 我会在不同的准备期间 做什么样不同的准备 比如说前两周 前两天 前两个小时 或是前两分钟 可以各自做什么不同的功课 好 那第一件事情 我大概会花两天的时间 去做背景资讯的收集 是 就是我 我不会那么急着 马上动手 就是要做投影片 很多人就开始 啊就做投影片啊 趕快做 先做再说 一定要先收集 简报对象的需求 比如说这张简报 是对老板的吗 那老板的需求是什么 老板 期望知道什么事情 老板对什么东西有问题 这张简报是对客户的吗 那客户是谁 客户的期望是什么 我们过去对这个客户 交手的经验是怎么样子 其实我会花很多时间 做背景资讯的收集 背景调查 很多人说 可是老板不讲啊 客户我们还不认识啊 哈哈哈哈 找不到这样啊 对方不愿意透露啊 我相信这一定有问题的 当然一定有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是 那你有没有真的 花很多的精神跟精力 真的想要去了解你的客户 或是简报对象 这样子 以我为例 我前阵子曾经有一次 对一群检察官做简报 检察官 检察官 我上课上的对象 可能说企业认识 企业内部的上班族 检察官我身边 一个朋友都不认识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 检察官的朋友 不认识 我后来还知道 因为他们的工作 其实也不想让人家认识 真的耶 怕一些什么警坡案啊 你身边很少认识检察官 因为他们都会说 他们是公务人员 他们都不会说他们是检察官 我要对检察官上课做简报 我第一件事情 不是做投影片 你去想 到底什么是检察官啊 背景调查一下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连这个工作都干嘛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 听过听过 跟法官还能够开听 我搞不懂他们的差别 我真的搞不懂 所以我就去看那个 一日检察官 那个副药 台字眼 是是是 我先 开始搜集资料 看一日检察官 看检察官微电影 看检察官写的书 看 网络上 谈检察官的任务跟职责 然后我要求 因为是跟法务部合作的专案 这是因为 国民法官 即将要上路嘛 所以我后来 变检察官的 的简报教练这样 所以我就跟法务部长要求 我想要更进一步 第一线的了解 第一线 对对对 我就上法庭 三天全程了解他们在干嘛 三天喔 那等于是卧底啦 反正就是去他们 旁听喜 第一线 就算第一排 然后因为 我想要多了解他们 所以 是是是 对我也还蛮优待的 就安排了好多检察官 我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马上问 随时可以问 对吧 你看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只是在了解我的 听众 是是是 那我 连一张投影片都没有做 因为 不急的做先了解他们 我相信 对职场人士 比如说 对各位听众的简报 可能对检察官的简报 应该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很不一样 应该很不一样 他们需求应该很不一样 对啊 而且目的又是什么 国民法官 很不一样 所以 不要急着 就赶快 我赶快做投影片 真的 这个不对的 当然我花很多时间 但如果两个礼拜的 可能至少要两三天的时间 收集一下背景资讯 两到三天的时间 去了解背景资讯之后 花一样三天 三天的时间 接下来去做构思 构思 动脑了 对 因为你现在知道目标听众的需求了 对 然后我会建议各位开始用 我很推荐就是便利贴这种工具 便利贴 对 用便利贴来做发想 福哥现在背后的墙就有便利贴 对很多 是女儿写给我爱妈妈 对 我们家有很多便利贴 便利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我写了书 我拍了影片 教大家怎么用便利贴 便利贴厂商应该找我代言才说 但是我真的真的很常用便利贴 用它做思考 便利贴的发想 我很快的说一下 就是你要先贴30个ID 30个 对 跟这个主题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的目标对象跟需求了 是说一定要30个吗 万一这个时候只有10个怎么办 要超过 因为先求有才会有好啊 你如果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 先有一定的量 你要先有数量 至少30个 很多人说30个太难了吧 对 我就不懂 所以其实不难 你换三个角度来去思考 就第一个是你想讲什么 你想讲什么 就是我想讲什么 这个可以讲 这个贴个10张没问题吧 就是你对这个简报 20分钟内贴个10张 这个一定没问题 我先随便乱想 我想讲什么 接下来 停下来 换个角度 那听众想听 听众想听什么 坐在台下的听众 你去想一想 如果你想讲的应该跟听众 有时候不太一样 是 比如说是对长官的简报 我想的也许是 我需要有预算 我需要有能力 我需要有活动 我需要有活动 那长官想的不是 所以你的投报率多少 活动效益 可以为公司带来多少收入 活动效益 多少收获 是是是 那你预算怎么样节省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发挥效益 你想讲的跟听众想听的 常常是不太一样 是 这两个角度 交换一下 大概就想了20张没问题了 最后一个角度是 那这个简报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简报的目的 你想讲的 听众想听的 你常常忘记 这个简报的目的 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举个例子 譬如说我们对客户做这个产品说明 真正的目的是产品说明而已吗 不是吧 应该是客户嘛 就是用他掏钱嘛 买单嘛 你要叫货嘛 你要下单嘛 产品再好 就是要叫货 是是是 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想 我是不是有个什么 期限的折扣方案 或者是说 只要你现在下定 我们就有个什么优惠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产量 其实只能够供这一季的生产 所以你要赶快下定 你就会有些 处够的这个 对 因为你知道你的目的 不是来说明产品的 是是 而是要促成它下单 是 所以这三个角度 从你想讲的 到听众想听的 到你的简报目的是什么 这三个角度 想过一轮 你至少要贴三十张 三十哦 三十张 可以超过 但是比较少于 可以超过比较少于 那透过先发想 然后接下把它分类啊 然后把次序安排一下 你就可以把简报的雏形 大概这个安排一下 是 这大概会花三天的 三天的时间 这样就花掉了 快一个礼拜 快一个礼拜 快一个礼拜了 可能五天到快一个礼拜 是 那接下来当然就要进到 投影片制作 你现在已经知道 听众需求了 然后有构思了 知道简报大概的流程 知道你想讲什么 听众想听什么 接下来就准备做投影片 你可以参考你贴好的便利贴 因为上面有一个个idea 一个个idea 你可能把其中的某些 做成投影片 有可能是你贴三十张 那做十五张投影片 有可能 有可能是你贴三十张 做六张投影片 这也有可能 是是是 不仅仅是一张对一张 但至少你知道 那个流程跟脉络 那有些投影片 可能是你之前做过的 这也有可能 那你可以拿过来 去套用 是是 至少你是先从idea的发想 到转换成投影片 而不是马上就动手做投影片 是是是 因为这样子才能会失焦 是是是 不过我问一下 你说那个做投影片的时间 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 我要看 其实有时候 如果只有两周 到三个月都可能 但是如果 如果以这个 刚这个例子的话 以这个例子两个礼拜来 我觉得你不要做太久 再花个四五天的时间 好在五天 在五天 在五天 十天了 对 你要留最后四天用来干嘛 要来做演练跟消化 哦 所以刚提到的演练跟消化 很多人都把时间用完 做投影片做到最后一天 不要啦 凌晨 我们真的还在做 或是上场前 还在改 我不是说不能改 我不是说不能改 我是因为经常在上场之前 甚至在过程中场休息 还在改 我也常这么干 但是你不能够 一直做到最后一天 做到最后一秒 然后你都没有演练 是是是 这样子就完蛋 因为大部分人就时间分别不对 你要演练嘛 你要彩排嘛 找个人 讲给他听 找个人 这个人怎么找 他是要很厉害的 还是很不相干的 还是一点点厉害的 还是你知道 这是各有各的优缺点 是是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人 不用很厉害 是个人 他只要愿意听你讲就好 可以 会呼吸的又来了 他只要愿意听你讲 然后你自己带个计时器 这样子 因为你讲给他听嘛 他讲过去 有些人说 那这样子 不要求 那我就对空气讲就好了 那因为一般人不习惯 对空气讲话 独白嘛 是是是 有时候不容易这样子 找个人跟你自己 对镜头讲话 其实感觉不太一样 真的真的 那这个人 我只有一个要求而已 他可以是给意见 可以不给意见 都可以 但是这个人 不要给太多意见 不要太批评 因为有些人会 有些人会 一些好心 听你讲完之后 你这里要改 那也要改 我觉得讲得很好 我觉得我只有以下 35个问题 要你改一下 我跟你讲 你就直接崩溃 因为 你还没有开始讲 然后你就 35个问题 是不是很烂 还是怎么样 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色 那我认为 如果找到一个真的很好的教练 我觉得当然很好 对不对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教练 那至少他愿意听你讲 那你自己把流程 把讲的过程顺过去 是是 大概留个三天吧 一两三天 接下两天 你还要改啊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讲的时候 你可能 发现太长太短不够啊 对对对 要调一下不顺 你觉得要改东西 到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我就会让他定案了 尽量就不要再改了这样子 我还会留个时间 把电脑盖起来 然后让每一张投影片 在我的脑子里面流动过一遍 在脑子里面流动过一次 意思是 电脑盖起来了 就是我不看投影片 我都可以去记得第一张投影片 第二张投影片 第三张投影片 每一张我都记得 他长的什么样子 我不是要各位备稿 各位不要误会了 千万不要备稿 对你不要备稿 因为像我们讲话的速度 像福哥讲话的速度 一分钟 现在大概是250个字 我做过辨识过 十分钟就是2500个字 二十分钟就5000个字 只要背5000个字的文章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是 而且背稿会有压力 对不对 背稿会有压力 万一紧张就全白了 但是你要记得 投影片每一张 你不看投影片的时候 都知道这下一张是什么 不需要提示 你自己心里头就会想到了 当你记得流程 就会有流畅的产生 哦 记得流程 你就会获得流畅 对对对 因为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其实很多的高手 他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他都做很多这个事情 就像我们说 贾博士 贾博士很厉害了吧 超厉害的 各位有去看到他的书 他就会讲说 他为了要记得流程 像苹果之前发表会 你看他在台上很厉害 口落悬河 但他一般都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去把每一张 每一张团面记起来 就每一段 每一段 他要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当然你看 我们没有那么两个月 但是你至少要记得下一张 下一张 到最后一天要上海之前 你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句话要说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你知道很多人都会 就一直有点焦虑 一直改 可是你 你就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已经做好了 一切的这样 每个细节的准备 你做了很多次的演练 这个时候 不要再改投影片 不要再改了 真的 就只是要给自己信心 就是上场就对了 你像唯一学 就是我要有信心 就像每个运动员 训练很久 你看我家比铁人 我家比铁人 铁人每次比较 可能要花一季 或是甚至半年时间准备 好 一直到比赛要铭枪之前 我那时候会告诉我自己 我已经尽我可能的做好准备了 嗯嗯嗯嗯 接下来我就是享受比赛 是 享受比赛 真的 我就会告诉我 接下来我就享受比赛 我可能过程里面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痛苦 是是是 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觉得最后面这一个时间 是 你自己一些信心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ok ok 我们刚刚在讲说 这是一场重要的简报 就是我们在判断 我们要花多久时间去准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先判断 这是非常重要的简报 是是 如果是的话 是不是有两个地方是可以稍微 弹性调整的 就是我看我的时间 客观的时间 以及我的经验值够不够 当我 虽然刚福哥举个例子 贾伯斯 他一定很忙嘛 他一定也是很厉害的人 很有经验的人 但是他还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准备一场简报 这个东西有没有是可以tread off的 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每个人在面对不同的简报的时候 因为你看口条 口才不一样 经验不一样 人力不一样 对事情的熟悉程度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有个大原则 就是经验跟时间 如果你没有经验 那你就真的一定要花时间 没办法 对 如果你没有时间 那你就要有经验 对 你两个都没有 你就乖乖的好好练习 真的 因为有些人 像我最短的简报的准备 曾经是那种 明天要讲了 我忘记了 我忘记我明明 对 我是真的忘记 我是真的忘记 这是不对的 但是我突然忘记说 竟然还有这一场 对啊 因为我收到那个通知说 福哥你明天 不用 天啊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新的主题 这才最可怕 那怎么办 新的主题 我写的文章就是 24小时之内把那个简报伸出来 就从头到尾 然后最后面当然也很好的表现 是是是 是因为是我有经验 我有经验嘛 所以我可以在短时间之间伸出来 是是 那如果你是没有经验 那对不起你就要有时间 OK 有人说我两个都没有 那就谢谢啊 你就 所以一定不可能什么都要的 一定不可能这样子 福哥讲到这里啊 最NG的简报 你自己 你自己最NG的简报是什么呢 其实 像现在我去外面简报 因为 因为我是真的是那种 会花时间准备的 然后花时间 去了解听众需求的 这样子 所以我只要花时间 你光卧底就三天了 好伟大 我花很多时间 这个东西我都 问题都不大 可是我遇到的问题就是 我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我去到现场 现场的 我记得有一场是讲到一半才开场十分钟 然后电脑就当掉了 而且那时候现场有350个人 然后讲台在电脑放在很遥远的 后面的舞台 你光是跑过去 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冷掉了 因为有的场地很大 电脑不是在你旁边 然后是在阴空中公室这样子 所以电脑是在很遥远的地方 问题是 哇电脑当掉了 他没办法放下一页 那有些人说 那你就不用投影片来讲 其实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以您的经验是不是 不是不行 真的不是不行 因为我跟一般人的差别是 因为我是简报教练 嗯 我是在现场教大家怎么做好简报 简报 结果你简报坏掉了 哈哈哈哈 你应该不会过关吧 是是是 简报教练 对你简报教练他简报坏掉了 然后你用嘴巴讲 然后你说 简报沟通变口语沟通了 你说同意要怎么做 然后结果同意面上面没有秀出来 你没有案例 是是是 不是不能讲 我遇过 像之前我教 我另外有很多 我是很多老师的教学教练 那在教大家怎么教学的时候 真的是电脑也是坏掉 但是那天是停电 哦 我们是真的 因为教你怎么教学 是 那没有投影片可不可以教学 也可以啊 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可是没有投影片 可不可以教你怎么做好投影片 这个有点难吧 就是 所以你看我的 那场演讲是真的需要投影片 那完蛋啊 电脑坏掉了 那怎么办 当下 当下其实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把麦克风交给董事长 然后我跟他讲 董事长这个 我需要两分钟 那你帮我挡一下 这样 董事长就直接拿起麦克风 就开始讲话了 跟我讲 董事长那么乖 怎么可能 你怎么知道谁是董事长 然后董事长怎么会那么配合 真的真的 这又回到说 一开始其实我在 那一场演讲之前 已经先做好准备了 早就知道董事长 不但是谁 而且 不只知道他 我还知道他的过去的背景 我知道他过去的喜好 是是是 我知道他 他是毕业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天文科系 我知道他们公司 是用这个行星来做会议事的命名 这些我都知道 是是 所以我在见面的时候 在跟董事长一开始见面的时候 这个话题 对就开启了这个话题 然后聊了一下 他其实很开心 他很开心 他就 有做功课 对哦你都知道哦 你很厉害 然后他跟我聊了很开心 所以在那个时候 在我电脑突然坏的那个时候 我把麦克风叫董事长 紧急救援 完全就是无缝接轨 真的 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点 一开始有默契 有默契 是是是 有趣的是啊 那一天当然 整个演讲还蛮成功的啦 前方只有 后来两分钟之后 电脑重新开机 然后就OK了 然后我就接手麦克风 然后继续往下走 台下的同仁 都以为那一天 是先安排好的 桥段 就是以为是那个 那个是梗 还是怎么样 太真实了 其实后来他们才知道 因为后来在演讲 结束之前 特别说 这个不是梗 那个不是梗 也不是故意制造 但是大家会以为说 原来这是梗 那个闲接的是很好的 但是 说实话 在这个事情之后 我的脑细胞死了好多 我回来就想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某个软体 其实有一个状况 我一回来 就马上把那个软体换掉 千万不要 我有经验 我知道怎么救援 我知道 但是这不对 就像我们刚才录音这样 是 永远要Plan B 要Back up plan 永远要想说 你手边的东西坏掉的时候 接下来该怎么办 特别是重要的场合 我要再次强调 不是每一场简报 都这么重要 我们生命有限 不要每天都在做投影片 真的真的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但是譬如说好 今天是重要的产品发表会 今天是重要的对客户的简报 你真的不能预期设备不出错吧 真的啊 你怎么知道 乖乖没带他就不听话了 如果你在客户前面 死定了 你毁了 真的 那不是简报失败的问题 那可能是这个 一世英明 整个是这个订单不见了 真的 可能是这个公司接下来这一季的 营业额消失了 真的 那很可怕 那超可怕的 真的 一生难以磨灭的阴影都来了 你绝对不能够把它交给 你设备不出错 你应该想是设备出错的时候 所以譬如说 你可能是不是要带个USB 你有备份档案 是是 我更重要的简报现场 会带两个设备去 大部分的伙伴不是这样 那我就把档案传到云端 真的 结果去到现场的时候 云端打不开 是 完蛋 所以 一定要有多的预期 被圆 被圆 就想象最坏的状况 那福哥刚好提到啊 我都做好准备了 我告诉我自己 我都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就是享受上场 或是享受比赛 不管是痛苦或是快乐 那在这个上场结束之后 通常你会给那个 简报者什么样的建议 他该做什么事 才可以从B到A 从A到A加 其实我觉得 职场上面的简报 有个好处啊 就是说我们简报 一定不止一次 哈哈哈 有一次也蛮惨的 不是大好 就是大坏 你惨也没有 我们假设你很惨 我们假设你很惨 大家都有菜的时候 我有菜的时候 对 啊惨就惨啊 就下一次还可以再来啊 下一次再来 因为简报一定是一场 两场三场 不断的 其实有时候职位越高 简报机会越多啊 真的是 是 所以 从每一场简报里面有学习 我认为是重要的 重要哦学习哦 这样子你的第二场第三场 才会更好哦 那在 关于这个学习啊 我有一个说法 其实也是从美军那边学 叫AAR After Action Review AAR的意思就是在简报之后呢 你要自己检讨一下你自己 哦 先不要紧张 我不是要你批评自己啊 第一件事 你要找出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OK 找出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欸我今天这个简报呢 好了 假设真的有点烂 但是 这么烂里面有什么好的地方 是 我至少有勇气上台吧 对 上台嘛 上台演出 我至少有勇气 我至少有花几天准备嘛 是 虽然说成果不如预期 但是我至少还有 还有还有 还是有几个好的地方嘛 整个过程里面 我至少把 哪个观念说明得清楚了嘛 嗯 先找出好的地方 OKOK 接下来才去找出 那我下一次什么地方 可以变得更好 是 也许是我投影片可以更好啦 哦 也许是我的口语可以更好啦 嗯 也许是我时间控制可以更好啦 嗯 也许是我icon可以更好啦 当然 你说更好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啊 但是基本上会从你 譬如说你的表现 你自己的表现 你是不是 足够掌握这个投影片跟简报内容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的投影片 你投影片是不是准备的够清楚 是 明白清楚 第三个是看到你的content 就是你内容是不是符合听众的需求 去做自我检讨 一定要先讲好的 不能够每次你 大家每次听到我讲AR 讲自我检讨 回去就自我鞭打 哈哈哈 自我摧毁 就是 结果一次 然后已经讲完了 已经很累了这样子 然后再自我批评一下 然后就把自己摧毁 这样子 然后就没有第二次 不是 不用这样子 不是的 一定要先找出自己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 OK 适合去问听众吗 你觉得我刚刚表现怎么样吗 别人会说实话吗 还是都讲话 观众都会讲说你 他很棒 哈哈哈哈 所以有时候难就难在这边 我说嘛 如果你有教练 如果你有值得信任的伙伴 我觉得很好 不容易 哦 大不然谁敢 Pola 我觉得你刚才表现都不太好 谁敢说 死定 不要给我出去这个门 这样子 所以自我检讨才是比较 有用的实际的 我过去的十几年都这么做 十几年 但会不会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呢 有可能 所以 是真的也要多学习 是 因为有时候你不懂 对啊 你知道有一个效应 叫做这个无知者的效应 哦 就是一个人很容易 在很短的时间 就以为自己是万能的 哦 那那个时候就 进到所谓的无知者的效应 无知者的境界了 就邓宁克鲁的效应嘛 嗯 然后接下来他就 信心摧毁 啊原来我是不懂的 然后又要重新学习 然后到达最后面懂的状态 哦 但是这里面有个key word 就是学习 其实我觉得透过学习 像这个节目 我觉得很好 你透过学习 然后你知道 比如说自我检讨的方向 你就会 慢慢的有一种手感 嗯 手感 其实我们今天录这一集啊 我觉得我自己帮助都很大 因为在录音的当天的明天 我们就要做 Y23的那个部门的 明年的一些公式的会议 对 所以福哥刚刚讲的 以上所有种种 我们可以明天拿来 好好的练习 你们请问 请问有演练过了吗 还没还没 请问有彩排过了吗 也还没还没 我们还定在发想 发想便利贴的阶段 你不知道投影片会讲完多久吗 还没到演练才办的地步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就是这样 你看如果是 以Y23年度 当然我们看一下 在县长谈的这个议题 但是像以这个那样东西 是年度检报 真的 算是重要的 大部分的检报者 花最多的时间 在做投影片 PVT 做到最后一刻 不练习 也说没有时间练习 然后带来抓错 带来是抓 上台前五分钟叫带来 哈哈哈 真的 我跟你讲 然后最后面 回到Paul 最后面 我讲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 台下的人在刷 颜色有点奇怪 这个时候我怎么救回来 你觉得有救吗 哈哈哈 你前面都不救 你前面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救 是是是 结果你都不救 是 现场都已经出现问题 那怎么救 没救了啦 真的 所以关键的一天就是 就Y24在讲 哈哈哈 Y24 不行 我们一定不会摧毁自己 所以福哥刚刚有提到 一个很很关键 就是在你上场的前一天 真的就是你90% 都要做好准备了 那这边有一位 听众朋友们 他在104职丫诊所的网站上 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常常是上班族 朋友会碰到的哦 好 他的问题是说他的个性很内向 那简报的时候呢 太过紧张 表现失常 他要怎么改进 他是一位26到30岁的年轻伙伴 在电脑跟消费性电子制造业工作 他主要是做行销广告的这个职务 他觉得他从小个性很内修 很内向害羞 内修这什么东西啊 anyway他就是一个害羞的孩子 每一次上台自我介绍或简报啊 他看到台下的观众 哇他压力就很大 他就说就算他之前做了准备啊演练啊 可是只要他一上到神坛 脑中就一片空白 要么就是越讲越快 要么就是越讲越小声 不然就是一直会吃螺丝啊 舌头打劫等等 那他很羡慕那些上台可以口弱悬河 侃侃而谈的人 他想努力克服这个缺点 那福哥你要怎么样建议他呢 好这个有两件事情 嗯 第一个就是说 刚才听众说他有花很多时间准备啊 准备演练 那这个准备跟练习是不是 真的有做到位 对是不是真的准备演练习 我的意思就是你的准备 五分钟 是把投影片在脑子默念一遍 还是真的 彩排讲出来 是是是 因为特别是如果针对呃 会很容易紧张 然后对台上上台不是那么熟悉的伙伴 嗯 我认为彩排是更重要的 我曾经在上升公司指导简报的时候 我们也当然有时候会遇到那种很容易紧张的 他讲会抖的 嗯 讲会抖的 脚 脚 讲话 手跟脚声音都会抖 全部都会抖 全抖 能抖的都抖 真的看得出来很明显在抖的哦 嗯嗯嗯 然后讲了一遍很抖 真的很抖 很抖 我就会说很好 再讲一遍 第二遍 还是抖 没抖那么大力了 还是抖 真的 好很好 休息一下 我待会还会再讲一遍 真的 我记得那个 那个我爸讲的第五遍的时候 比较不抖 哦 第五遍 是是是 我说胡哥很夸张耶 练五遍耶 我真的太夸张了 嗯嗯 大家都没有看到 嗯嗯嗯 其实像 像我也指导过很多TED的讲证啦 是是 好像座民医师啊 好像 呃 他们上了TED的舞台 其实他们背后都练习的次数超过五十遍 五十遍 对 是的 不夸张五十遍 五十遍 你以为五十遍 五十遍的意思是 讲再讲再讲 讲到他的太太 因为都是跟他太太练的嘛 嗯 都知道他下一句话要讲什么 去要讲什么了 哦 是 然后当初 哦 我们特别为了几位伙伴要上TED 嗯 十几分钟的演讲耶 就五十 七一分钟 七一分钟 他能在讲七一分钟 嗯 我们让他适应现场的感觉 嗯 你知道我们怎么做吗 我就带他去我的大型企业演讲现场 嗯 然后给他七分钟 嗯 叫他对三百五十个人讲话 你会害怕是不是 是是是 好拟真哦 我知道你会害怕 所以我让你面对更多人 嗯 让你害怕得够 是是是 五十遍之后 我跟你讲他都没感觉了 哦 没感觉就是说 好啦我已经很烦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很多了 是是是 那就是 真的面对到一个大型现场 是是是 所以是第一个了 就是什么是 什么是足够的练习 对 什么叫足够的练习 对 什么叫好的练习 什么叫很多的准备 对所以这个这个是 我们第一个要定义的 嗯 啊第二个我们假设好 我们假设 我真的都练了 我们真的一切都做得很棒 我们都很很厉害了 那第二个就是 紧张这件事情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那两个秘密 紧张是不会消失的 真的 那跟你的经验没有关系 真的那跟你的经验没有关系 紧张是不会消失的 是 更容易理解的例子 像这个 我们阿玛王子 这个 蔡吉拉凯 哈哈哈 对 刚拿到奥运的银牌吧 是 是 你觉得他练了十几年了 你看从翻滚吧 少年 男孩 然后到翻滚吧 那个男人 是是是 要上阿玛之前 会不会紧张 肯定会的 尤其在 又是在奥运的场合的话 很重要 光是看就紧张了 压力大 真的 不能掉嘛 一定紧张 更多的练习 是 来让自己在紧张的时候 也可以有好表现 是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 让很多伙伴去看一些 高手简报者 在舞台背后的样子 我跟你讲 在舞台背后 大家都很紧张 哈哈 少来一套 就上台之前都很紧张 蔡依林也有影片 是是是 他在后台很紧张的 但是上台之后 因为我知道 那我真的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 所以 我会给自己信心 让自己有好的表现 所以 针对这个作者提问 读者提问 第一个 正确的练习 更大量的练习 更真实的练习 真的要像彩排这样子 不是只是把头一瓶看过去 这不叫练习 讲出来 实际讲出来 第二个 给自己信心 告诉自己 我在紧张的时候 还是可以有好表现 不是让自己不紧张 没有什么叫不紧张 让自己在紧张的时候 还可以有好表现 记得 其实紧张跟兴奋 其实是很类似的 对 大家都误会了 你知道 紧张的时候 我们会分泌肾上腺素 兴奋的时候 也会分泌肾上腺素 真的 你坐一下飞车 是紧张是兴奋 兴奋 但是我是紧张 所以紧张跟兴奋 其实很像 因为我们都分泌肾上腺素 是 那你记得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是很兴奋 这个不是紧张 我现在很兴奋 你把这种情绪 要变成是为你所用 因为我们分泌肾上腺素 就是为了让自己 有更好的表现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你只要能够看透这一切事情 你说福克这叫自我催眠 是又如何呢 你这么说我也同意 对不对 因为其实紧张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紧张也是自我催眠 我只是要你选个方向 告诉自己 我现在很兴奋 这是有实际的心理学研究根据 所以我还是要再次给这个 听众朋友们鼓励 我知道你很认真 我觉得你很棒 你自己也要给自己鼓励 我们已经做好了演练 做好的彩排 做好的准备 然后我们一定能够在紧张的时候 还可以有好的表现 OK 所以福哥刚刚的一些建议啊 就是确认自己的准备跟练习 是不是到位 如果确认了 那这个紧张是不会消失的 那不如换一个心情 用兴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你只要兴奋的时候 其实你某个程度也是 足够专注的 在那种兴奋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这件事情才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这一集啊 很谢谢福哥 来跟大家谈什么是NG简报 那下一集的话 我们会有更精彩的 在福哥的眼中 他看过什么叫做出色的完美简报 今天非常感谢福哥的参与 谢谢 谢谢各位拜拜 拜拜